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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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过长城 大概十年前吧 爬长城非常累 太爽了 都快到了 马上到了 这有点走 有意思 这就是这道 这就是这道 这道了 这道了 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们本次长城赛道 起飞点在于我们的后方 我们所处的位置现在就是第二个风火台 当飞机穿过我们前面这个门的时候 我们开始计时 之后直线往前 穿到第三个风火台 顺时针绕一圈回来 回来之后我们是从这个风火台的上步穿过去 下步穿过这个门 然后以这个门为中心绕八字 这样就完成了一圈 一共是两圈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这个赛道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每个风火台都有地雷装置 对我们的电池都有各种屏地 甚至干扰了选手的操控以及视频的传输 这次长城那种高低不平这种地形也是我没飞过 挺高的 地形不复杂但非常的险 这飞机一旦是掉进了旁边的崖下源 那肯定是找不着了 我看看下面有没有飞机在上面 可能担心这个设备的故障 脱传信号不是很好啊 花瓶啊 那都会有这种顾虑 因为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去试飞吗 我的飞机 我会翻了 为什么 没试过 准备起飞了啊 海浪的话对赛道也好 对各种突发情况也 它的适应能力是比较强的一个选手 试飞的时候海浪对飞机进行左右摇摆啊 包括收游推游啊 就是看飞机有没有失去控制 因为飞机一般在失控之前 它的遥控对飞机控制的延时 可能会突然之间增大 哇 那个增大的过程是可以感觉出来的 哦 不行不行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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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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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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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听不到对吧 对 想再转吗 哎 上 那一点那 就好 哦 雷 嘎 高点 动一动天线 再稍微付出 走吧 对于一个飞手而言 飞机不是它的价值在多少的问题 是花自己的心血去把它给拼装起来 然后也去不断地测试 去调试 把飞机的状态调到最好 这部飞机如果丢失的话 是会非常的心疼 有水底下 南天蒙 一过南天蒙 大家都封绳 这个美的 罗伯大神你好 小心大神 来你再说一句 你那两个的生命 你写这个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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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紧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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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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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紛爭 都可以算是無人機的老祖宗 但是它 我这是风筝不动 气流动 对吧 你那个是飞机动 产生气流 然后气流再推动它 对对对 正好和我这相反 这就是风筝和飞机的最大区别 还有竹蜻蜓 这也算是最早的中国无人机了 哇 这个 而且是纯手动的无人机 这个蛮好的 给我儿子买一个 我儿子的话 九岁了 儿子的情况比较特殊 因为像他们这种群体叫做新兴的孩子 我儿子是有自闭症这么一个情况 是这样加的 筷子是加的 时间到了 我们该登机了 你又在想什么 登机的话 登机的话是哪里讲的 谁讲的 我从事的职业吧 天天面对的就是很多小孩子 就跟我儿子一样大的 每天去看他们 非常正常的小孩 跟我自己儿子回去 这个状态的对比 其实 还是 内心有点那个 嗯 就好比是 无人机遥控 跟接收 失控了 就这么一个原理 就是说我想让它往前 但是它接收到的指令可能是往后 那社交障碍其实我认为也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谁都没有错 它设置的指令通道 跟我们所有的遥控都不匹配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只能说我们慢慢的去解码呗 对不对 即使你的编码非常复杂 那总有一天我们总能解出来吧 不 要 不 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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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级赛规则 五长城赛道 五名选手根据风火台标识的路线 进行竞速飞行 每飞行两圈 最终根据总用时进行排名 前三名选手安全晋级 最后两名进入淘汰赛 萝卜准备好了没有 解锁吧 三 二 一 起飞 我觉得难点啊 第一个就是进入第一个门的时候 你必须要减速 不能特别快的飞翔 然后往前到一个右转弯 这个并不是很难 在穿这个门的时候是一个难点 因为你也有速度 然后你要有精准度 既然速度上去了 你的精准度要求就非常高 对于我来说呢 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飞了 左转弯和右转弯的话 不是这么顺畅 实际上整个赛道的难点就在那一个门 这个是最难的一个地方 突破它了之后 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心态是一个很重 这是最难克服的一个东西 一到达那个小门的时候 我就特别害怕 小门一通过 就是一个满油门 在团队中可以让我感觉到 惊险比赛的时候 然后我就采取了一点球滚的措施 这样是球滚 但是在时间上的耗费是有很多 相比其他选手 在这里慢下来的速度 我会在直线追回来 真的比赛第一轮的时候就圆满完赛了 虽然不是很快 但是球滚中完赛了 我待会喊你就起飞啊 如果飞机掉的话 帮忙看一下飞机在哪个方位 是飞机在哪个第三烽火台下边 所以对我后面造成影响还蛮大 准备好就飞哦 准备起飞了 准备起飞了 走 起飞 我觉得 我觉得 我飞行得有压力 没压力的话会孤独放松 我们在第三个风火台往回飞 那边有一个90度的城墙角 飞机飞到那边的时候 信号几乎是完全消失了 在那个地方只能预判得过 飞机有问题 正式比赛的时候 冲刺阶段其实他的飞机也失控 又出现这种情况 也就在那么零点几秒的时间内 迅速地做出了反应 拯救了这架飞机 他的这种强大的心理能力 以及非常镇定 于是不慌 然后对各种状况的适应能力 是他取胜的关键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不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啊 反正又失控了 好 空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三 二 一 起飞 长城这种的赛道模式 是我最无擅长的一种 因为这种赛道模式 在我们一般的竞速玩家 是比较难接触到的 弯弯的方法上面跟我们有些不同 他转弯的时候都是贴近那些弯心 然后我们都是 转弯的时候是跑得很远 实际上有很多的浪费 有些东西你越害怕反而就做得不好 我觉得空的话 他更像一个 因为他的进步比海浪快 就海浪的话 我们也是看到他 就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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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那我觉得空的进步比海浪要快一些 然后我觉得是有可能超越海浪 我觉得表现都是比较稳定的 没有出现严重的失误 而且结果也都在我的预期之内 下面我公布第一轮比赛成绩 海浪 49秒87 排名第一 控 52秒48 排名第二 盛文 54秒88 排名第三 萝卜 54秒98 排名第四 小心 小心 1分014 排名第五 小心跟萝卜 你们两位即将进入复活赛 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这问题挺显的 差点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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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淘汰赛规则 两名选手根据标识路线同时起飞 进行竞速飞行 每人飞行两圈 总用时较长者将被淘汰 第一轮我原本以为是可以进到前三马 然后没想到到这个淘汰赛去了 我觉得理想的成绩就是进前四马 就不被淘汰就好 准备起飞了 3 2 1 起飞 我先出发 出去就塞水花 塞水花 折返了两三次 第三次就慢慢对着机器们过去 第二轮也有经验了嘛就是 所以我可以放开了去分 油门也推到点了 萝卜因为他是一个老将 他跟宋文有相同的问题 就是要突破自我的心理压力 那就是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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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繼續 就是一場的恐懼之間的博弈 就好想你注視深淵深淵也注視著你 要戰勝別人首先要戰勝你自己 把每一次竊也寫進歸咎的日記 I'll never stop telling myself I'm not a coward You can see the seed of fear and grow to a flower Hero a zero Go make a choice within an hour It's just nothing but the magma and some burning powder 加油 在風中 在風中 在風中有一魂舞動 你就是我的瞳孔 帶我飛向遠方巡洪 搖曳著 顫抖著 承載著我和你的笑容 信仰著自由的靈動 大家堅定攜手向前衝